吉安湘幼儿园开学日 园方设计了创意有趣的活动 希望可以让小朋友们收收心 乡长游淑珍也赠送亲子共学的游戏组 鼓励小朋友回家和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一起来完成 游淑珍表示 少数化时代下幼儿教育要更多元 也要朝向社区老幼共学的方向来推动 让各个年龄层的乡亲可以一起享受愉快的学习时光 小朋友们立正站好唱国歌向国旗敬礼 正是吉安湘历幼儿园在开学日所安排的升旗典礼 乡长游淑珍也向小朋友们教育爱国理念 希望孩子们在吉安幼儿园的学习可以更有成效 我们相信在吉安湘历幼儿园必须奠地良好的教育基础 以及成长学习最安全事性的环境 今天是开学日 孩子满满的欣喜跟期待 我们进行了摩采还有一些体能 创意以及世性的运动在其中 尤其在乡历幼儿园面临少子化之后 过往600人成长的环境 现在已经减缩为121人 所以在北侧未来我们规划啦啦吧跟独馆 也就是亲子社区乐活跟共铃共构的一个地方 我们也希望老幼共学会在这里推展 希望更适性的一个延展在我们吉安里面 一个幼儿园的园地开放出更多元的精彩 以及不同年龄的学习 我相信这也是未来推展的很重要的施政方针 幼儿园还安排了气球伞游戏 让小朋友们玩嗨翻天 乡长游淑珍也准备了开学礼物送给每一位小朋友 并且强调这是需要亲子共同完成的游戏组合 鼓励小朋友们回家要和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一起来玩游戏 游淑珍也强调 少子化时代下幼儿教育要更多元 也要朝向社区老幼共学的方向来推动 让各个年龄层的乡亲都可以一起享受愉快的学习时光 介络会节安相报道